我生活在这个酒亭 所以对酒亭的轨交交通出行 一直都比较关心 也曾经呼吁过 在酒亭车辆基地设一战 因为这边因为历史原因 造成这个车辆基地这边 靠酒亭一侧是没有站的 它的站设在了中春路站上 这个中春路站当初的规划 是虹桥火车站 所以它这个地方站台设置非常的大 出口也特别多 但是后来因为高铁站 移到虹桥去了以后 这个站就很浪费 周边根本基本上很少人去这个站 去乘车 但是近在咫尺的这个酒亭居民呢 又因为铁路的阻隔 所以很难到中春路站去上车 但是如果能够把这个酒亭基地呢 设一站 其实是能够解决很多居民的这个上车困难 尤其是P加R停车加轨道的这样的解决方案 那之前说的时候很多人反对 说不可以 不能够在这个基地里面建站 但是最近呢 我们从这个上海的轨较21号线的建设方案当中 就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案例 这就是这个六成路站 它这个地方呢 是有一个基地在这个地方的 然后在基地上面呢 建了一个一站 这个是对土地的一种节约使用 是非常好的方法 这个站点的一些规划图 我们在网上已经能够看到 可以说站和这个基地是融为一体的 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站点的话呢 和整个车辆基地是放在了一起 所以你说能不能在这样的基地上 去建这个站点呢 我觉得是完全可以的 我们再倒回来看这个酒亭 轨道交通酒亭基地 这个基地其实是相当的巨大 巨大的原因很多人说是 因为这一块呢 它不光是停车的问题 它是个修理厂 所以它站的面积很大 车棚也很大 由于地图原因呢 它这个基地的这个东西是体现 不是特别详细 但我们从卫星图上 就可以看到这个酒亭基地的 这个规模是相当巨大的 那这边有大型的这个停车场 这边也有 这儿也有 还有这种 它因为这个绿化做得好 它这个是屋顶 其实是屋顶 不是用蓝色的 所以你看到这个轨道是非常之多 所以这个基地是超大的一个基地 而跟它同样大小的是旁边的这个 奥林匹克花园 奥林匹克花园和它正好在这个长度上是一致的 这个基地呢 它这个地方 你大家就看到这个轨道的线路 这是从地底下钻出来的 而这边是从地底钻进去的 所以这正好就是九号线的两个方向 到这边来讲的话呢 跨越这个高架 加敏高架 铁路 护航铁路 外环线 各种铁路 过来 这一边就是中春路站 中春路站的这个出口都多到七个八个 这样的出口 但是实际上附近就只有这个万科红桥云 这一部分 还有万科朗润园这边的这个居民会使用这一站 那其实大部分人到七宝的人来讲 都会在七宝上车了 而这个九亭这边大量的居民呢 实际上是不能够跨过这个铁路 到中春路上 坐地 换乘地铁的 而往往呢 舍近 求远 要走到哪呢 九亭站 要到九亭站来上车 所以 这中间呢 这个位置上曾经一度有人呢 呼吁 能不能建议在这增设一站 就叫小渡船站 是吧 小渡船站如果能够增设的话呢 对于整个北九亭 南北九亭的这个很多 居民来讲 它的出行就更加的方便 也减轻九号线九亭站的这个压力 但是这个建议一直没有人这个支持 也做不了 但实际上 在这个车辆基地里面建一站 真的 如果从这个地图来看的话呢 我觉得是可行的 是可以在这增设一站的 如果设一个这个北九亭 或者车辆基地站 这个地方的话 就免去了整个这些居民 被这个铁路阻隔的痛苦 这样方便 去九号线的西面也好 东面也好 在这里设一站 非常方便 无非就是说 设了这一站以后呢 它的这个 车辆的班次 可能没那么多 所以 不会很平凡 因为毕竟 从这个基地里面发出来的车 就跟这个当初 从中春路发出来的车 是一样的概念 但是 有比没有 强很多 这样 给人带来的方便是 毋庸置言的 而且也真正可以减轻 护松公路桥的这个交通压力 所以这些建议 花不了多少钱 但是 对他们的管理能力 和这个 运营思维 肯定是一个挑战 但是 对于万万千千的居民来讲 却是极大的方便